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關於李家超的 李家超就是日前有些講話內容透露 他將會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這個部門就叫做特首政策組 這個部門是甚麼呢 這個部門主要做的工作是甚麼呢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一說 然後李家超也說他自己上任之後 基本上是非常新勞 大家看到 很多人都關心 你是吃甚麼做甚麼呢 以前他在Facebook跟大家分享了他的愛心飯盒 就是他太太準備他的 他吃飯時間其實只有很少 只有25分鐘而已 為甚麼呢 因為他要繼續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其實有一個工作已經落實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通識科是完畢了 接下來要取代通識科的就是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是新高中學制的 即是高中三年裏面的其中的學制 而這個學科 是必須規範學生 成為一個必修科 並且要求他們 在三年之內去到內地考察學習 最少一次 這樣也好 讓他們真是認識 國內 否則的話 一個叫做對國家的認識太少的時候 是真是會令到他們的 知識層面 一些他們自己 盜聽圖書的東西 分析不了 現在好了 讓他們了解多一點 不過 文潔有少少 的意見 想不知是甚麼 稍後再跟大家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其實李家超 我們的新任行政長官 上了任之後 就做了很多事情 早前也都出席了 立法會的答問大會 他們都說會安排司局長 每一個月都跟 議員 舉行一些 前廳的交流 令到 司局長跟我們議員的合作 可以更加緊密 更加多 亦都是掌握多一點的民情 第一場 就會由他出席 都會提到 會成立 四個工作小組 去應對不同的工作範疇 包括 土地房屋供應 跨代貧窮問題 地區事項 等等等等等等 還有 他將會 設立一個 特首政策組 方便他掌握民情 行政長官李家超 早前出席了 第一次的立法會大民大會 20分鐘的開場發言 他裡面的內容就是 希望 跟行政立法的關係 可以做到一個的良性互動 記住是良性互動 不是惡性鬥爭 以前有什麼 許智峯那些時間就是惡性鬥爭 現在 良性互動 非常之好 李家超說 結果 過去 以 叫做 兩劑抗衡 一國的破壞 癱瘓的時期 現在是進入了 一個的建設的時刻 就是以前 以前大家看到一些結果就是 搞到破壞 搞到癱瘓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理程碑 良性的 互動 這個 行政 立法的關係 如果做到良性的話 是我們 同為香港開新篇的 重要一個基石 他就說 新的政府將會在每個月的立法會 舉行 在立法會舉行這個叫做前廳交流會 由 司長 或者副司長 帶領 5-6個的局長去出席 可以設定或者不設定一些議題 不設定 到時候就提問 風險很大的 什麼風險呢 如果司局長不屬輸的話 大煲鑊 你被人問 你那個局的東西 你不知道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這些 前廳交流會 其實對於司局長是 很好 很有挑戰性 如果真的不屬輸 你猜議員會不會發射他 發射到他 發射了 不是開玩笑 所以司局長 他們的準備 一定要很多 以及他們的屬輸程度 一定要很多 還有 你舉行這些的前廳交流會 你覺得他們可以 將一些的問題 輕輕帶過嗎 每個月都見你 所以 輕輕帶過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些交流會對於他們的 工作 或者我們議員的一些向公眾的交代工作 是有一個突破性的合作關係 是的 是真的 你不動的話 一定扔爆你 所以不能不動 那變成要怎樣 合作 最好了 最好了 盼當你幫忙教育 影響民生 好的好的 幫你教了他 怎樣搞他好一點 時間必要怎樣 即是很簡單 以前當然是處理不了 為什麼呢 以前的官員就 不要說了 但以前的議員 就是 不要跟你提出什麼問題 是挖你的問題出來 然後是射你 現在好一點 現在就是要 交流 合作 兩性互動 OK 而李嘉超就會 帶領一些司長和副司長 出席首場的交流會 李嘉超說 定期面對面和議員作一些行上交流 令到官員和議員 建立一個緊密的合作關係 等一些官員 還有一些解說的工作 包括解說政策 亦都 可以等官員 去了解一些文情 當然 我們很多議員是代表市民的 了解文情是必須的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 機會 和事項 他形容 新的政府是執行型的政府 成立四個工作小組 有什麼呢 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負責 弱勢社群的學生 擺脫 跨待貧窮 副司長 卓永興負責統籌地區事項 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 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帶領 副司長黃偉倫負責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 提出加快興建公屋的建議 至於北部都會區 由他 李嘉超自己上場作 一個主導項目 探討與內地合作的空間 這樣他撒家 另外協助特首掌握民情的中央政策組 將會 改名重組 李嘉超說 這個政策組 其實在他心裏面 一早已經有名 就叫做特首政策組 原來特首政策組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是由中央政策組改組而成 為什麼 是特首政策組 而不是行政長官政策組 跟他之前所說的一樣 他作為香港特首的角色 第一是要向中央 人民政府負責 第二就是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而至於整體的施政方案 將會在10月份的 施政報告大會裏面 作出一些交代 而李嘉超 在這幾天裏面 大家看到他的工作 亦都很想了解一下他的生活 他上任後 隨即就是馬不停提出席各項各項的活動 而在日前 他就鋪了一張照片 就是他吃下午的照片 下午裏面看到他有一杯茶 有一個飯盒 裏面有些雞 然後有些蔬果 很簡單的一個午餐 這個午餐就是由他太太 林麗禪親手製作的 愛心午餐 令到很多網民都說 好幸福啊 你辛苦了 裏面有一些白切雞 可以補充一些 蛋白質 一些體力 有飯 也有蔬果 讓他營養 不要那麼缺乏 然後在飯桌遠遠遠處 就看到大廳有幾箱的物品 很明顯他就一定要 繼續去馬不停提展開不同的工作 他有多久的食飯時間 有25分鐘的食飯時間 有很多的市民都給了like 甚至乎 你也辛苦了 出活動只有25分鐘的食飯時間 去休息 很多的網民 很多的市民 甚至乎議員 都是跟他說聲加油 也都是留下一些 鼓勵說話給他 也有很多的市民就感受得到 他的親民的程度 我吃飯又吃這些 你同樣特首 這個也是比較 貼地的一個表現 我們看回很明顯現在特首 我們現在新任的特首 第一點貼地的 第二點就是他有公關工作 對比起之前那位 我想 都是一個挺大的對比 OK 好了 特首完成了什麼工作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教育這個範疇裡面 我們也非常關心 而 通識科 將會被取締 由什麼科目去取締 就是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這個叫做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就會在今年的新學年 今年的新學年 九月份的時候 成為新高中學制的必修課 學生需要在三年之內 繼續讀這個科目 並且去考試 不過 這個科目 現在要有一個 叫做新的安排出現 就是說學生在這三年裡面 考公開試之前 是必須要去到內地考察學習 最少一次 交通局在日前向學校發出一些通閒 列出了21項的內地考察行程 讓你選擇 21項 包括鴉片戰爭博物館 當然要讓你看看 鴉片戰爭不是英國幫助我們 鴉片戰爭是英國要發動去搶劫我們 去侵略我們 中國 我們祖國 的一個事項 你不知道有多少老師 是亂教的 親身 要去體驗一下 還有就是廣東的東江中隊紀念館 還有是黃埔軍校的舊子紀念館 等等 而現入教育局的局長蔡若蓮就說 考察是可以讓學生親身體驗一下國家的歷史文化 和最新的國情 學校需要在7月29日前填一份表 就是這個學校的計劃 和安排的時間表和統計表等等交給教育局 列出未來兩個學年安排學生到內地考察的月份和行程計劃 沒錯 是必須參與的 那個通過裏面就是 由於修讀公民科的學生數目龐大 所以就盡早要和內地多個省市作一個對口單位 和做一個聯繫和一些安排細節 在疫情緩和和內地通關之後 就會立即去啟動這個考察團的項目 而發佈這個事項的當日就是七七奴溝橋事變的85周年 蔡若蓮在他的社交網站Facebook發文 這個日子就是一個以史為鑑的日子 亦都是要讓我們的學生學習 認識歷史和珍視和平的契機 蔡若蓮在帖文中也說 21條的內地考察行程全部都是結合了一些歷史學習和考察點 其他主題包括文化科技 環保天文 還有經濟 認為考察的活動可以讓我們的學生增廣見聞 他表示深信學校的校長 老師一定會按照學生的興趣和需要 去做一些悉心的安排 希望疫情進化過去等所有學生都可以是成行的 在21條的行程裏面 即是21條的考察旅程裏面 裏面的行程是由兩日到五日不等 包括 廣州 深圳 東莞 兆慶 佛山 貴州等等 參觀當地的博物館 歷史的建築和企業 不過裏面的通告沒有聯名一些費用和檢疫安排 相信費用不會十分之高 我相信如果有些學生是有經濟困難的話 我們政府一定會幫助他們 務求要他們三年之外 一定要回國內 最少一次 當然 有些學校可能會要求他們回國內 不止一次 兩次 三次 都沒問題 但是我就有一些意見 其實我早前 很老早之前 已經是寫過給一些相關的當局人士 就是什麼呢 其實我留意得到 學校有很多的交流團 而這些交流團 我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會去參與一些 什麼異教計劃 扶貧計劃等等 然後就在一些行程中放進去 例如怎麼樣呢 例如去上海玩完 大家很開心 然後又怎樣 去山區探訪兒童 沒錯 在那裏做三五天的工作 又說要扶貧各方面的事情 讓香港學生去感受一下 等等卡卡的事情 說真的 這些會不會是不合時宜 祖國 扶貧攻堅這麼成功 是不是應該給他看成功的地方 扶貧這件事不需要香港參與 說真的 香港你先搞定自己的貧窮 你去深水埗參觀就行了 你為什麼要去國內參觀 國內的精準扶貧 已經做好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很多的學校的交流團 我講以前那些 就去完廣深上 北這樣 一個屈尾十就帶你去 這個 那些 扶貧地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當時是教中文大學的 那麼跟著呢 他們又說回那些交流 那些計劃 說回以前 大佬 那些擺明好像北韓那樣 這些是被人看的 那些是真實的 幸好我們去到那些 那些扶貧地方 看回真實的 中國就是這樣 那些什麼廣深上北 那些全部被人看 沒有 其他地方 就只有廣深上北 其他地方都是這樣 窮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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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令到他們是有一個錯覺 沒錯 中國依然是有一些 不是發展得十分好的地方 但是其實二、三線城市都發展得很好的 為何你要去接觸那些貧窮的地方 你叫他接觸深水埗就夠了 深水埗還不夠窮 是嗎 你要窮起來 嚇死你呀 告訴你樓梯 你打算一級一級是這樣的 不好意思那級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掉了皮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 做得好一點呢 你就給國家好的一面去看 你就給國家可以發展一面給他看 你就可以 給國家可以給他參與的一面給他看 扶貧這些東西 就留給我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做 關香港學生什麼事 香港有什麼能力可以幫到國家扶貧呢 以前可能有 現在不好意思這個角色已經沒有了 也不需要 那就主力去做發展 你給他看扶貧做什麼 結果就是我在我的學生口中就說 我們祖國 其他地方 除了廣深上北 全部都窮 還要他加了個字是窮 L OK 全部都窮 來的 不要去呀 他都可以去廣深上北算了 其他地方算了 不要去呀 這樣子 就是 好像有一點 我覺得 不是那麼好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OK 總之就 我覺得可以是完善好多 完美好多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大家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 是不是應該要去多些 扶貧的地方 去多些發展的地方 或者二、三線的地方 都可以去 但是扶貧就不需要了 OK 你怎麼看 留言 OK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民意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